而当场会首场听证会议今天登场 讨论内容就是中投公司以及新玉台公司 是不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因为根据不当当场条例 只要是政党的附随组织 就必须全部归为国右 而国民党的当事员上午是轮流的进行发言 新管会主委邱大展后期激昂 认为整场听证会议根本不具有法律的效力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 可能就不适格 那520以前的事情我可能不适格 抱歉谢谢 好 了解 了解您的这个 对于您所真的政人不适格的这个想法 邱大展情绪激动却换来顾立雄轻松一笑 党长会举办第一场附随组织听证会 聚焦中投新玉台 顾立雄磨刀祸祸 国民党似乎只能任人宰割 先手兼裁判是很清楚的 而且裁判是所谓爱国裁判 对不对 所以各位跟你讲 今天有没有裁判 其实都一样 结果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嘛 对不对 是委员会有绝对知情来 也会出一个说明 会议一开始 国民党先出招 中投公司以顾立雄立场偏颇为由 要求顾立雄回避 虽然讨论后遭回绝 国民党也没有因此气馁 轮到当事人陈述 秋大展火力全开 法力上面我严格讲起来 我不像想象中中各位那么专精 我不像各位口才那么好 在这个电视媒体上面可以侃侃的熬谈 尤其像我们杨伟中委是我们文川瑞副主委 他的口才更是一流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处于这个事情的时候 必须回到法力的初衷 讲话带刺硬要扯到杨伟中 秋大展的激昂语气 让顾立雄在台上不时参笑 毕竟只要中投新玉台 在听证会中认定为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就要全部收为国友 把中投算为附随组织 各位想不想得 有多少家公司马上就有什么 就有公股董监士 跟各位讲 只要把这41家公司股票的名称揭露出来的话 我相信明天股票一定大跌 相信不相信 秋大展也认为 过去民众对国民党的捐款 都归在中投公司 这难道也一并算不当党产吗 首场听证会上午 让当事人利益关系人轮流上台陈述 国民党的苦一口气爆发 欢迎新闻林志鹏 廖文璞黄韻传台北报导